这个校园枪案近日在美国是接二连散发生 今天在中国湖北浅江的一所小学 也发生一宗劫持人知的事件 当地的政副书记还主动替换被劫持老师来当人知 所幸的是警方迅速采取行动救出人知 来看看我们记者湖北的报道 6月10日上午 湖北省浅江市浩口镇及三小学发生劫持人知事件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成功解救出人知 并将暴徒击毙 记者当天下午4点赶至现场看到 学校外聚集了许多接送学生的家长 部分学生仍然在校园内上课 校园秩序正常 居住在学校附近的居民工昌策告诉记者 事发后学生都被迅速转移至操场 现场没有引起大的骚动 警察大概来到几十人 打特警就有十个人 特警有十个 有一个军机手 一个瞄准的人 还有两个 一个闪弹枪 打烟雾弹的枪 还有两个拿大冲锋枪的 两个拿围冲的 那这么多特警 四身枪是这样 学校秩序还比较好 他们都把它疏伤了 疏伤了之后 过了没多长时间 就正常警教室了嘛 据前江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登青介绍 当天上午九十十五分 犯罪嫌疑人张某携带刀具机疑似爆炸物 闯入浩口镇第三小学六年级四班教室 劫持师生 被劫持老师秦开美主动请求让学生离开 嫌疑人同意 接到报警后 浩口镇派出所民警及镇党委负责人迅速赶到现场 与歹徒展开谈判 在现场该镇政委副书记王灵华提出 让自己来替被劫持的老师做人质 歹徒又答应了这一要求 人质转为这名政委书记 数小时谈判未果后 犯罪嫌疑人向人质身上零汽油 考虑到人质安全十一时左右 警方抓住时机果断开枪 当场击毙歹徒 人质安全无恙 据了解 犯罪嫌疑人张某携好口证人 曾因道谢罪 非法制造枪支极故意伤害 两次背叛如雨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